小胖 大家好 我是小凯中 在剧中饰演的是老猫 大家好 我是孙凯 在剧中饰演小胖 我是高涵 在剧中饰演老K 我觉得小胖是一个天真的 对不起 我觉得老K 他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有点不好接近 但其实他内心还是一个小孩子 感觉他情商不怎么高 对待他的队友和朋友 都是以一种直来直去 非常真诚的态度去对待 因为老猫是一个非常有快的一个人 所以我尽可能的把自己的体重 比之前是要壮实一点的 老K是一个职业的电竞选手 他比较爱惜自己的手 很喜欢负面膜 涂护手霜 就是大家也都负面膜 只是说老K比较平凡和明显一点 我的手里边永远是有东西的 主食呀 零食呀 小龙虾呀 火锅呀 我觉得太幸福了 吃的丝毫没有心理负担 第一次到别墅的时候 就是那个房子会给人一种 就是梦想快要实现的感觉 它可以包容你的所有 你在那里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有过电竞梦的少年 你绝对在脑海中有过那么一个幻想的场景 那就是我梦想中的House 只看到一楼的时候 哇塞 这不就是我梦想中的世界吗 拍到现在有一场戏 印象特别深 跟队长和好 把诚哥的背都打通透了 直接被我打出来 对不起 我不该哄 是第一次演戏的第一场戏 而且私心杂念很多 小姐姐 学习到的一点就是 怎么样快速的进入这个角色 我觉得那场戏 对我来说是印象很深刻的 诚哥送了同样项链 我们好像真的就是一家人 那种默契 就是有被感动 在拍摄这个戏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展现了青春里面最好的那一段时光 只要你想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不同性格的年轻人 他们的故事 不同性格的年轻人 但是我的人也会想要真正正在